509报价 坐在正位上的 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人 而且他 你亲生父亲当年入狱的消息 非常隐蔽 不过 有位大人物或许能够知道 但是 那人向来殷勤不定 在政商两界都有背景 不太好招惹 哥 我等这个消息已经十二年了 只要能找到我爸了 原来也不知任何代价 战哥 这姑娘什么意思啊 也不说给我们几个倒个酒 说吧 说吧 想要什么 想得到一个人的消息 这不信任何事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他 这 他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只要我能顺利见到他 我 认凭你拆钱 刚刚说 只想有对方的消息 现在又说 想见面 代价太大 总得多提点要求 对方是什么人 海诚的一个犯人 他叫曾淮 我想知道 他被关在脑所监狱 行几十多长时间 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就这么确定 我会对你感兴趣 你 今天的这个个就算定机 你会见到他 毕严无定 江可化二十五岁 燕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 十四岁时 欺负江淮被抓入狱 我希望和爸爸妈妈 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哈哈哈哈 江华 你涉嫌起家骗案 我们现在将你依法逮捕 江华 江华 警察都逼你们早错人了吧 哈哈 爸爸妈妈 妈妈陪着你 妈妈 江华 啊 從此 江家家道通路 他的母親也因抑鬱多次自殺 目前在培訓機構做老師 有意思 江老師好 江老師好給你來接你了快來快來 你怎麼來了不配男朋友 高分了上車說 怎麼又分了呀 這男朋友你不是挺喜歡的嗎 哎男人嘛看久了就膩了 我比較喜歡新鮮感 不過朋友買還是越老越香 嗯 荷花 你就不讓人碰的毛病一直都沒改啊 你這樣下去可怎麼交男朋友啊 想什麼呢 都愣神了 嗯 我對江男朋友 不感興趣 荷花 當年你爸爸入獄 後來又和你媽媽離了婚 你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才 我現在最想做的 就是趕緊見到爸爸 搞清楚當年的真相 至於其他事情 我沒有精力去想 那就不想了 今天晚上啊 有個剛回國的白富美要開派對 他點名讓我去給他做造型呢 你跟我一起去 就到底做造型了 我我跟你一起去 哎 荷花 今天在場呢 可是人均富二代 你仔細看看有沒有中意的 姐妹給你介紹一個呀 我不想哎 不許說不想 你看我今天給你打扮的多漂亮 你可不能辜負我的一番心意啊 還說呢你這全色太緊了 我就是要緊才好看 你看看你這前途後翹的 多迷人 這白富美讓我給他補妝呢 我先過去了啊 你快去忙吧 趁著再起不在 我還是把衣服換回來了吧 我還是不是怕 沒有 你怎么在这儿 师爷 师爷 你怎么在这儿 这句话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 我朋友是化妆师 他带我来这儿了 那个 你能不能先 这么僵硬 你讨厌我不会 上次见面的时候 不是挺热情的 怎么 这么快 就放到我们新的预定 你母亲的情况不太乐观 现在会偶发性失忆 这跟曾经受到过的心灵穿上有关 有什么方法治疗吗 心病还需寻有 医学上能做到的确实有些 既然做出了选择 你不能 你上次 让我找的人 已经有尊锁了 你上次 就不可以 让我开我的意义 让我进来音乐 让我进来音乐 让我会训你的 让我进来音乐 让我会训你的 感谢观看 有人找 你的口花 都长这么大了呀 爸 我没想到你还在爱城 我和妈已经离开这儿很多年 我知道 你知道 是谁告诉你的吗 当年我太小了 不知道你到底什么原因突然就入狱了 我其实 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还替他干嘛呀 在你心里过去 在我和妈这儿没有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们木居 妈当年那么爱你 不可能因为你入狱就离婚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你到底做什么 为什么 你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为什么我们家财产都被握手了 为什么我和妈在海城为无家可归 到底为什么呀 别忘了 是爸爸的错 别再来客户了 妈 妈 你回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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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已經知道爸爸的承诺 轮到我来付款 陆总 过来 谢谢陆总 让我见到爸爸 不会吗 既然做出了决定 就不会 有人说过 你很没梦 没有 自从爸爸入狱 在别人眼中 我都只是对饭的女孩 怎么 你看着我 你就放回我 你只靠仰般天生 不是的 我 我愿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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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算了 我不喜欢强婆人 对不起 我只是 我随便跟人有身体接触 不习惯跟人有身体接触 难不成 我是你第一个男人 我 如果我说是 你会相信吗 我们的事以后再说 你今天可以回去了 小姨 再去查一下江可华的父亲 各位 下周末是我的婚礼 你们可都是我的娘家人 一定要早点到啊 恭喜恭喜 张老师 王老师 陈老师 恭喜 小张老师 他换去吗 他可是从来都不参加 金领之类的热闹活动呢 尤其是婚礼 谁叫都不去 嗯 江老师啊 你已经拒绝当我的伴娘了 这次可不能再找接口不出席了吧 好 我会去的 谢谢 我会去的 这次 pay 我不是 你 我喝 你 我还在 我能不去 酒啊这也太不给新郎新娘面子了 大说是吧啊 你怎么不喝酒啊 这也太不给新郎新娘面子了 不好意思啊李老师 我等一下还有事就不喝酒了 那可不行 我跟小美说好了 你们娘家人得喝好啊 不然别人会说我们招待不周的 小老师 你看今天这么好的气氛 要不你就喝点 喝 喝 喝喝喝喝点快点快点喝喝 李老师 祝你们百年好喝白头偕老 百年好喝 吃好 哎呀美女想不到你酒量可以啊 哎呦 咱俩再喝点 来 不好意思啊 我确实不能再喝了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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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你没事吧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就是想单独请你喝杯酒 别怕 我又不会伤害你 再说了 你这么漂亮 我也舍不 我去吃喝酒 妈的敬酒 我吃吃罚酒 你在干什么 謝謝 唉 唉 這裡到處都是肩貨 我勸你識相點 進 江樊因涉嫌规法集资和告付贷款入狱 不过奇怪的是 她的资料和卷宗一直被封 而且筹集的资金也不知所踪 要进一步调查还需要一点时间 江可话 资金怎么样 江小姐前两天去参加同事婚礼 得罪了支援电器张总的儿子张天慈 儿子 是 张天慈已经放出话来 说要收拾他 需要出手干预吗 你告诉这些 什么意思 我以为你喜欢他 理想多了 交易而已 哪来的喜欢 小米说 请问上一次去海城监狱 我爸爸是自愿见我 还是说被逼的 他是自愿的 我想再见一次他 他拒绝了 你能不能 抱歉 我帮我摸到你 跟我汇报工作还敢接私人电话 是江小姐的电话 他怎么会打电话给你啊 他想再次约见江怀 不过被拒绝了 骆总 我们要不要帮忙姜小姐 怎么办 不然你去做一下姜怀的工作 让她见自己的女儿一面 等等 去查一下那个女儿 现在在哪儿 是 爸爸不见我 难道还要去求录制站吗 又见面了 好巧啊 上次婚礼谢谢你了 我也没做什么 你也太客气了 看你今天的妆容和穿着 是来参加WVA杂志活动的模特吧 我朋友是化妆师 他来WVA面试 我来帮他忙 会不会有点夸张了 还没认识 姜小姐打仗天赐的时候 被林子轩遇见了 你今天的妆容非常漂亮 你的朋友一定会成功的 见你今天 我去那边看看 什么人 不熟 但是帮过我一次 我又忘了问他叫什么了 看着挺不错的呀 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你别说我了 你怎么样啊 嗯 我觉得还挺好 刚刚WVA的总监 帮小姐 李总想赞给你聊一下 后续的造型设计 这边请 那我先去了 消密说 好巧啊 姜小姐好 陆总请您 借一步说话 好 陆总 你今天来这儿 是找其他男人帮忙吗 你今天来这儿 是找其他男人帮忙吗 贺总 你过回来 我只是过来 怎么 之前求我帮你 今天又来求林子萱了 不会还是一样的交易套路吧 陆总 你误会了 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你可以求我帮你去海城见你父亲 但不能去求别的男人 我们之间还没完 记住了吗 可是我爸爸不愿意见我 这个你不用管 只需要答应我的条件 什么条件 是 您 今晚跟我走 陆总说的今晚跟你走 是吃饭 不然呢 不过 如果你想的话 我自然不会推动 还是先吃饭 你在同事的婚礼上 打张电子 是他先骚扰我的 如果以后遇到什么麻烦的话 可以够电话 这也算是 在交易中吗 不过是一场交易 陆志湛 你在期待什么 当然 不过是一场交易 不过是一场交易 陆志湛 你在期待什么 对了 你父亲涉及 诈骗银行贷款 还有 非法击子 而且金额巨大 这背后 可能会有引擎 那陆总 知道这笔钱的趣向吗 不过我建议你 可以亲自问你父亲 不过我建议你 可以亲自问你父亲 就得了 你父亲 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 你当年诈骗银行贷款 和非法集资 到底是为什么呀 明明公司运转的那么好 你需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谁告诉你的 这个不重要 那些钱去哪了 是你妈告诉你的 妈竟然知道当年的事 她还跟你说什么了 你自己做过什么 心里最清楚 当年是我对不起她 但也是因为你母亲 无法再生育 所以你入院 跟这件事情也有关系吗 别再来了 我以后都不会再见你了 如果我想见到你 我就一定可以 你这里用了什么人的关系 这个不重要 可话 你听爸爸的话 背景越复杂的人越不能招惹 你知道吗 你说晚了 不招惹了 我怎么能见到你呢 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查下去了 对你没有好处 你就安安稳稳的 等你的老师挺好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老师 我没和你说过这件事 可话 回去了 不起她 但也是因为你母亲 妈才生育 妈妈无法生育 爸你跟我说实话 你在外面是不是有私生子 爸怎么知道我当老师 难道有其他人探视松消息吗 姜老师在啊 姜老师腿上功夫可真厉害啊 一个大男人都能被你给踢翻了 李老师 你婚礼的事情我很抱歉 但确实是那个人先动手的 同事一场好心提醒你一句 你踢的那个张公子可不是什么擅长 你还是小心点吧 姜老师 您班程飞刻度不上了 跟富二代跑了 你说什么 急什么呀 那程飞想勾搭富二代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况且咱们就只是一个培训学校 那程飞也成年了 何必多关现实 校长老师 你说那个富二代长什么样 你认识吗 就是 李老师婚礼 跟你做一桌劝卷应该 不是 看我干什么呀 那程飞他自己想勾搭富二代 我就是给介绍了一下 程飞是我的学生 我得对他负责 李老师 你如果知道他们去哪儿的话 请你如实回答 不如让我去报警 南山路 KD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好糗啊 是你 你在找人 我在找张天子 就是上次 就是上一次 在婚礼上 他带走过我的学生 他应该是在 九号包厢里 我带你去 抱歉 是我冒昧了 不好意思啊 我是不习惯和人有身体接触 这里可不是上次的婚宴酒店 我陪你去吧 好 谢谢你 我先进去看看 如果有危险 请你替我报警 你确定没问题 暂时不确定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对吧 放开 哈哈 来两个人到九号保险 来了 姜姜老师 跟我走 又是你 我再问你一次 是留在这 还是跟我走 上次婚礼让你侥幸跑了 现在又敢来抢老子女人 找死 我再问你一次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没事吧 那人家是刚刚在我家里 糟糕 又忘了你走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是留在这 还是跟我走 请老师我给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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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怎么了 脑不舒服 老师 我肚子疼 老师带你去医院啊 我姓林林子萱 他就是林子萱 上次录制站提到的人 就是他 麻烦您送我们去医院 我姓林林子萱 你怎么受伤了 你怎么受伤了 没事 彪小森碰倒了 上车快 来 郭总 江小姐那边出了点情况 张天资组了个酒局 这个视频是他们中一个富二代传统的 他怎么样 江小姐受了点小伤 不严重 目前在医院 不严重 有什么医院 或许是因为他的学生 因为这儿吧 这两个宝贝怎么回事 我查了一下 他们是 林子萱的人 不是说不认识林子萱吗 不是说不会拒绝别的男人 我看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或许只是巧合 林子萱把人送到医院 就走了 车都没流行 林子萱那种人跟我一样 可不会为不全班的人 是医院之后 可 hors癌 不是 Chapter 我 丑老姥 再也不能当妈妈了 让他 死真是错了 希望你能尽快的好起来 改变命运的最好办法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你去那里就安全了 会有人接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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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的给我过来 这位先生请你离开 张哥这 这是湛羽集团的事 啊 陆家湛羽集团咱惹不起啊 这几个保镖好像是路途身边的 张哥 要不咱开始走吧 姓江的 今天算你愿意好 走 嗯 谢谢陆总帮我 嗯 我刚才太着急了 唯一能想到的人就是你 你之前说过 一段麻烦可以打电话给我 那这一次帮我 也算是交易吗 你觉得呢 我记得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 你在期待什么 他和你只是交易关系 我让人送你去上次那个酒店 还是那个房间 我知道了 陆总 你快送给你 他就给你 然后就找给你 不可以 好 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先去洗澡吧 好 我把她搭上来 然后把她搭上来 我把她搭上来 以后不要成交 只是不小心撞我的 怎么 希望我留下了 我 不想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天真的时间多加小心 有什么事随时点我 好 要不要留在我身边 留在你身边做床扮吗 还是新的交易 都可以 可以降落 可以相拥 唯独在不同名前 靠近一遍 远远远远 嘉琪 得麻烦你收留我一段日子了 电话里你也没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上一次我去参加婚礼 遇到了几个流氓富二代要报复我 啊 那 报警了吗 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报警也没用 这 接下来怎么办啊 你那要是方便的话 我想 先过去三住几天 当然方便了 你就在我那安心住 行 那作为报答 我给你做饭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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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报答 你得给我当模特 模特 不是 咱上一次不是说好了 最后一次吗 哎呀 主要上次WV的总监 在酒会上啊 对你赞不绝口 他们还想请你拍照 我每天都请你吃饭行不行啊 哎呦好可怕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行吧 yes 你最好了 咱们现在就回家 我把我的卧室给你睡 哎把水平抬高一点 哎好 给香腻一点点 哎好看好看来看镜头看镜头 哎好 一二三 哎真好看 真好看 来立笑立笑哎 看镜头 哎好看好看看 你眼睛吗 哎好 来再来一张啊再来一张 哎好 好我们画组服装再拍 大家先休息一下 嘉琪啊 一会儿拍摄完先不要节奏 叫上你的朋友 我们一起去吃吃饭 聊聊合作的事 好啊 那您对他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但是自然对对对对 不过我相信我们老板会更加满意 老板 我怎么没看到 一会儿吃饭 自然就见到咯 哎 微笑微笑好看好看哎真好看真好看 来先行这 有点眼熟啊 是上回酒会的那个 你说这男朋友你有兴趣吗 别胡说 这位是我们WV的老板 林子萱林总 又见面了 林总好 林总啊 您跟江小姐以前就认识吗 认识 我们这次邀请江小姐来拍摄 也可真是有缘分呢 的确是有缘 这次拍摄非常顺利 希望WV以后可以跟江小姐一起多多合作 好 好了 囚囚 房间 怎么 刚上了我的床 有高达齐酿子血了吗 早晚 一大 是我 原来在你心里就是这样想我的 所以你怎么想 没有的允许 不得招有其他任何男人 凭什么 我真是交易关系 凭理是我睡过的女儿 凭这份交易还没解释 会有我的自由 以前有 但你跟我走了吗 有没有了 没有的允许 不得招惹其他任何男人 我有我的自由 以前有 但你招惹了我 我爸你在里面吗 我妈在找我 其实我说的话 我妈在哪里 这人有病吧 怎么从女厕所出来 哎 可话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变态叢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你该不会和刚才那个人 有情况吧 哇 可惡 你终于开窍了 可是我说什么时候的事啊 谢谢 谢谢 我这样回去拿呢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家吧 也是啊 女孩子晚上回家一个人不安全 还是搭林总车回去吧 哎 林总的情意终归是错付了呀 少说两句吧你 可话 你给WV杂志拍的那些照片啊 大受好评 林总特批了十万劳务费给你呢 那还是要感谢我们沈小姐的妙手 让我有机会获得出容 可话 你们干什么呢 你得罪我不该得罪人 实际上的跟我们走一趟 能少挨顿打 行 我跟你们走 但是别动我朋友 他跟这事没关系 放心 雇主只要求你一个 我们也懒得带他 跟我们走吧 你先走 没事 快走 怎么办 怎么办 练习林总 喂林总 很快出事了 啊 我把电位发给你来 你干什么 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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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被张洁次的人带走了 赢了帮帮我吗 说 他们把他带哪儿去了 你说话呀 这里到处都是监控 现在还有人症 我劝你老实交代 我劝你不要白费力气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那如果是我让你说的呢 他就让你别下来 路总 实相点就赶紧都交代了 他们在 程北程中村 有没有说别的 故事说了 不让我们动他 他自己会 啊 啊 你 先别着急 能救我 刚安泽 要个底了 现在他去找人 我們最後幾個是 喂 這次又要麻煩你了 既然知道麻煩 以後就要少惹麻煩 很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麼簡單 我只想幫幫我的學生 他才剛成年 如果沒有人幫他 他這輩子就毀了 那也應該量力而行 如果你為了幫你學生 而傷害你朋友 知道嗎 我沒想到會這樣 這個世界有多險了 你不會不知道的 是啊 爸爸入獄之後 我跟媽媽經歷過這種事 你好 你在哪 請問你是 林子軒 林總請問你有什麼事情嗎 沈家綺之前打電話求救 說你們遇到麻煩了 謝謝林總 我和家綺現在 沒事了 如果你們遇到麻煩 隨時聯繫我 好 你跟林子軒很熟嗎 為什麼上次在九輝 你說你不認識她 我之前不知道她的名字 最近在WV做兼職 才知道她是那裡老闆 什麼兼職 模特 拍寫真 以後不許再去 我不喜歡 既然我幫你救人 你就應該知道 該怎麼做做什麼了 陸總 人找到了 都給我老實 嘉琴 黃嘉琴 對不起嘉琴 哎呀 別哄了我沒事 換衣服 啊 沒事吧 有沒有受傷啊 可哇 你這朋友都是哪找的呀 怎麼個個身材都這麼好 還這麼帥 都什麼時候你還想這個呢 我送你去醫院檢查一下 你朋友怎麼樣 不算太嚴重 醫生建議住院觀察幾天 你明明把她坐車 暫時不能回去了 好 那我們住酒店 你認為酒店安全嗎 不是每次都想見你這麼幸運 不是每次都想見你這麼幸運 我讓小燕 送你去我那兒 追你朋友 安達 好 張小姐 如果有什麼需要可以隨時聯繫我 麻煩了 無論要做你 沒有 我會看很快 是 我尷尬是 借你一些 天氣 不要太高興了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你長在向他 來 你很喜歡嗎 是 吴总 你以后能不能先打个招呼吗 你进我自己的房间 打什么招呼 吴总 我明天还要早起上班 先去睡了 你确定你脸上的伤 不会吓到你的血伤 过来擦药 这张脸从今天开始 也是我们交易的一部分 我不喜欢丑女人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关心 我们之间需要这么复杂吗 什么需要 我一向不喜欢 有任何瑕疵 仅此而已 这样最好 这样一个机会 很高兴 你这是做早饭 哦 一起吃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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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我都会在家吃飯 好 嗯 嗯 我今天 你在干嘛 我要去看妈妈 她今天出院 我安排就送你 妈 你记住啊 下周一定去那个守灵院 不查 我都出院了 你就别担心了 妈 这事你就听我的 不然我能放心吗 好好好 我们可话 最疼人了 你这额头是 睡觉不老是 前两天头重成都跪上了 你看快好了 你追追 闺女 你也不小了 该找男朋友了 妈 我才二十五 我 可话 妈不想让你 跟妈一样走弯路 妈只想让你 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那样最好 妈 我最近学校里面比较忙 得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 你自己在家 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 有事给我打电话 妈会照顾好自己的 啊 家老师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管成飞 不要管成飞你偏不听 现在那些流氓混混天天堵在学校门口 我们的学生都没法好好上课了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他那学生成飞 圣真 大家放心啊 我的事情我会负责的 江老师啊 你是还没看到网上的那些视频吗 什么视频 姜哥 我们两个人给你点加钱 做了好的五百 你这不是做第一集这样 这视频不是真的 哇 那真的假的 现在这些视频已经流到网上了 校长说影响非常恶劣 姜老师啊 你要先停课了 你怎么会被停课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张天次伪造的视频 现在舆论导向都很不利 那 要不让成飞出面澄清一下 不太行 他也是受害者 而且现在让他出面去澄清 他和张天次之前的那些事情 也会被公之于众 那也不能让你为他承担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我和张天次有过节在线 也不能都怪在成飞头上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现在那边没滑过我们天天躲在学校门中 我们跟学生根本就没法好好上课了 你知道吗 这些视频都已经流准到网上了 校长说影响非常 请留先被评课了 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我 说吧 什么事 网上有个关于我的视频 是伪造的 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 不过 你能给我什么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没想好 不过你 暂时先牵着吧 牵着 那有什么时候还 怎么还 陆总 我们又怎么能晚上 陆总 都搬好了 视频已经删除 张天次那边的道歉声明 很快就会发布出来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怎地犹豫 要不然求我的时候 我开心 对好 是什么时候 我会这样 我说不认 我对了 是什么时候 我会 我绝不得 我如今这么漂亮 It kills me slow 江老师 你还好吗 我没事 你最近怎么样了 我已经在办出国留学手续了 对不起 对不起江老师 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被骂 没事的 都过去了 江老师 这个给你 如果到时候你被张家逼急了 这个也许能帮到你 但是你答应我江老师 不大万不得已 不要使用这个油盘 好 我答应你 已经合这么早了 去哪了 我去见了程飞 就是之前 张天资带走的那个女学生 明天上班吧 还没接到学校通知 我可能要失业了吧 一份工作而已 况且我觉得 你并不是要当老师 为什么 李太离金盘到了 李太离金盘到了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你又是怎么得罪张天赐的 你的行为会越过普通人的思维圈 而普通人更喜欢安分收集的敌人 而不是心机灵 我丑火尽 原来在你心里 我就这么的不堪 所以你也很讨厌我吗 算了 不是你想知道 我去睡 看 如果我讨厌你 你怎么在一室 是 我和家有关系 你在洗澡洗澡 我朋友公司啊 这两天正好需要人 回头你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师兄 姜小姐的大学师兄 需要帮她接受新工作 什么师兄 能让他这么开心 点一分点就没有这菜股去 顺便把这给钱 西湖醋鱼行吗 您在 你好这是你点的西湖醋鱼 我没点这菜 是有位陆先生让我已经送过来 什么 文饭没有我的粉 我 不知道你要回来吃晚饭 你又这么不把我放在心上 一份晚饭而已 陆总要是饿的话 我去给你吃碗面 为什么你对你的男人 能笑得那么清醒 张天赐资金有什么动静 自从视频出来后 他反而低调了很 张家的致远电器 不见鬼怎么样 陆总是打算对张家出手 是为了江小姐吗 跟他没关系 智远的产品也还不错 收购过的可以完善 站一起他们的产品线 陆总 智远的盘子不小 收购有风险 而且 张天赐他爸 可是个不好惹的老江湖 张家教子无方 智远 为了落在张天赐手上 未必是好事 还说不是为了江小姐 出口的事情交给你了 是 我这就去办 对了 罗总 我调查江小姐附近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 好 江湖 我今生不是他不经心 喝发了 妈 你给我翻了点为什么意思啊 妈有一个老同学 给你介绍了一个不错的男孩子 你了解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就相处相处 谈上两年恋爱 再结婚 我没想结婚 妈都给你约好了 你不能迟到啊 妈这儿心话不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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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总找我有事 你父亲那边 出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真的吗 有人告诉他 他的身世 他会不会一时间 接受不了 算了 以后再找个时间 告诉他 你父亲的资料和卷宗 一直被封 背后肯定是有人 秘密操作 还有呢 要进一步调查 还需要一些时间 谢谢路总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晚上一起吃过晚饭 再回去吧 楼下新开了一家 自助餐厅 路总 我都不怕被人看见 你怕什么 你们是可以被人看见的关系 不好意思啊 路上要不要赌来晚了 就见面了 林总 林总怎么会是我的相亲对象 不好意思啊 可能是我搞错了 没有错 江小姐 你母亲的老同学是我的表婶 可是林总看起来 并不需要相亲啊 叫我子萱吧 林总太生分了 我叫你可化 可以吗 你看起来也应该不需要相亲吧 否则还是来了 被家里逼着来 同病相怜 我也一样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好办了 我们都不想相亲 回去和家里说 不合适 如果说我们不合适的话 家里估计还会让海其他人 那你的意思是 你要不就 需要再留些 你過段時間 好 那就按你說的辦 那就麻煩你 麻煩子萱了 怎麼喝了這麼多酒啊 我去給你吃碗清酒湯 金可花 你會愛生活嗎 有必要留在我身邊 留在你身邊 做床辦嗎 還是新的交易 都可以 你的行為會越過 普通人的思維圈 而普通人更喜歡 安分地收起的旅人 而不是心經歷 或臭無故 你這是在關心了嗎 關心 我們之間需要 什麼複雜嗎 不會 我記得我們之間的關係 小秋 那你呢 那你呢 為什麼 沒什麼 我們之間 不該有愛情 嗯 我也是這麼想的 你呢 你會不會是嗎 沒什麼 我去給你做早飯 你发烧了 我去给你了 口花 醒醒 先不要吃 谢谢 先放着吧 等会儿再吃 等会儿是什么时候 等水凉了的时候 这水本来就不烫 来 我已经很多年没吃过药了 为什么 我妈妈有一段时间 情绪不好 精神总是恍恍惚惚的 有一次下雨 我淋雨发烧了 她亲戚之下拿错了药 我吃了之后 昏顺了两天没醒 从那之后 我就拒绝这样了 再后来呢 你是指什么 你妈妈 她非常自责 你以为我快死了 不停地哭 不停地道歉 说都是她的错 这瓶吞烧药 还未开封 如果你担心有问题 我可以先试一个 谢谢 最近这段时间 要减少出门 最近这段时间 要减少出门 为什么 张天四的事情 不是都解决了吗 最近我在收购 支援电器 张家应该 很快会察觉 收购 所以如果碰到什么意外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你这次收购 要是跑不掉你 威胁懂不懂 你就跟他们说 你是我路纸站的女人 他们要是再感动你动手 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这次收购 是因为我吗 你这个呢 我们之间 不该有爱情 江科 认清你自己的事 不要坏下来 不过 想睡了 有什么不舒服 随时点玩 喂 江小姐 您母亲在省医院的体检报告 已经发您邮箱了 辛苦查收 谢谢啊 妈妈是B姓险 爸爸是O姓险 可我谁姓险啊 当年是我对不起她 但也是因为你不错 怎么在身上 难道我不是妈妈的亲生吗 我妈妈的体检报告上显示她是B姓险 怎么办 她好像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她还是知道 这件事情 你不清楚吗 我不清楚 她可能知道 就连我爸爸当年的事情 她可能也知道 但她从来都不跟我说 也不许我提爸爸的事情 陆志颤 我明天得去见一下我爸爸 你能安排吗 可慌你先冷静一下 这件事情不能着急 我必须得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么多年了 我亲生母亲是谁 她为什么舍弃我 她知道我的存在吗 我得知道 陆志颤 可慌 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你查查今天 你放心 我开心 是他给你ätta什么 妈 我的孩子 诶 可话 你怎么提前说一声 把我给你多多几个菜 我就是突然想到了 妈好着呢 你放心 你这是妈贴心的小棉袄 不是第一次 最爱的妈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一点东西都没有 今天怎么样 从监狱出来之后 我又去一趟我妈家 你父亲也告诉你事情 他说我是 他和其他女儿的孩子 我爸和他的孩子 一出生就夭壮了 所以把我抱给了他 我爸他应该恨我的 可是他 一直像对待 妻生女儿一样对待我 过几天 我要去法国出差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吃 只当 再三心 人啊 不要一整天都沉浸在过去的不愉快当中 从前看 他只有那种 会被他焦虑的 而且 会变成 我不是跟你说过 让你不要再来了吗 我也不想来 但是今天不得不来 说吧 又想问什么 我曾经怀疑过你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甚至都却做了亲子鉴定 可是还有一案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为什么你是我的亲生父亲 而我的妈妈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你应该感谢你的妈妈 是他给了你条生路 那什么意思 他知道我们之间没有学院关系 可话 你是我的孩子 我之所以把你抱给你妈妈 是因为我跟她的孩子 生下来就要转了 我把她生下 所以才把你抱给她 所以你不仅出轨背叛他 所以你不仅出轨背叛他 你还拿我去侮辱他 这件事情你不提的话 我早就忘了 都这么长时间了 何必呢 我亲生母亲是谁 他是心甘情愿抛弃 别再问了 知道的越多 你只会越失望 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人的长期 刚不配当我父亲 我恨你 真的不考虑跟我一起去法国 行吧 那我把杠子留给你 记住啊 千万不要当独出门 舅舅 我爸当年为什么入狱啊 当年的事 又何必再提呢 舅舅 我已经长大了 很多事情我应该知道 当年你爸的公司资金连短了 他为了筹集资金 用了民间借贷的钱 但是这笔钱最后却不见了 多少钱 十亿 这么多 那当年没报警吗 他是大老板 他不报警谁也没办法 但是公司的股东都怀疑 你爸挪用了这笔钱 所以最后他才会被拘捕无语 那您知道 我爸当年有婚外行吗 我隐约有感觉 但是你妈妈没提过 所以我也没再问 那 他们两个婚前还有其他恋人吗 你妈妈绝对没有 但是你爸 我就不行了 陆志珊 指挥交易生陆志珊 不会说点别的 怎么提前回来不跟我说一声啊 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很适合你 我真的不能 是 是 没想我 我还在倒时差 陪我睡会儿 我们之间 站以外一起 蒋可花 不要越想越生越来越 你和他不会有结果 你和他不会有结果 男人在这方面 是男人的演员 可不算多 他跟我 我真的很想你 见 我 不 我 摩托着关门 내가 붙잡을 뭐가 없어 hold on us 나의 기억에 내 환한 빛이 되어줘 他们的公主 不是自己的 这两天我要去老宅 看我妈 就不回来了 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自私电话 妈妈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难不成你怀疑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那老宅也在临时 是 自有族谱以来 陆家一直生活在临时 祖谱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是唐朝 不过具体我没看过 目前有我爷爷保护 那你名字也在上面吗 当然了 我爷爷现在是组者 下一任组织的 组长 就是我了 组长这个词好神奇啊 像从古代穿越过来的 是 不过组长 并不好当 有很多条条框框的族讯 还要照应全做人 我不擅长这个 所以希望我爷爷 我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哎 那你爷爷 为什么是把组长这位 传给你 而不是给你父亲呢 饭都凉了吃饭吧 法国那边都顺利吧 去看你母亲了吗 都顺利 我心身体挺好的 心情也不错 那就好 陆家对不住他 让他委屈了这么多年 都过去这么久了 母亲已经放下了 哎 他是陆家的恩怨 为了陆家 才忍气吞声生下了你 爷爷 以前的事情 您也应该放下了 对母亲来说是块伤疤 对陆家而言 并不光彩 爷爷知道 这一切 都是你父亲的错 可不管怎么样 他是你的父亲 你总得给他留点脸面吧 就怕他不想给陆家 不想给爷爷您这个脸面 听说最近他 想带自己的私生子 死在认同归宗 你听谁说的 私生子自己说的 你见到他了 他都要声称自己是 战役集团的二少爷 陆家的二公子 所以他说的话 我知道谁给他的权利 竟敢这么说 爷爷 你先别激动 过段时间 我让你父亲出国 免得给你丢人 阿湛啊 你都三十岁了 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婚事了吧 哎 前几天叶家来人了 说他家那个独生女 还一直在等着你 你是怎么想的 我没有要想的 还是说 你有喜欢的姑娘了 上人家 不必 奴子一群 没有 唉 听说你在收购一家新公司 嗯 志愿电器 志愿电器的张老板 前两天托人说 要跟我见一面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因为您就不必忧心了 你最近跟您子轩还有联系吗 嗯联系着呢 他最近很忙了 你问过他了 啊 行 我回头再问你 妈 多尴尬呀 我我等会我 就发生了想 您别联系了 有事尴尬的 可华下午有时间吗 我家人催我约你出去 这么小 我妈妈早联系他了 啊 难点 上次那家咖啡厅记得 嗯 想到像林总这样的人 还是要被催着相亲 我突然觉得自己别这么惨了 不管什么身份地位 家里的为人 要不然还是和家里人说实话吧 就说不合适 不然老是要被催着相亲 我说我别 现在还只是偶尔应付一下 总变那些还是对得相信一下 但是我估计我这快瞒不住了 我妈妈有你的联系方式 说不准打第二舅楼下了 最远天气的收购项目 正在这里 公开咖啡厅 在里面 念念咖啡厅 接你五分钟到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点急事得先走了 你去哪我送你啊不用了 呃我朋友有急事他等一下过来接我 动物 regen 你给林子雪相亲 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是我妈妈的意思 我想让他失望 又不Ts请跟你开口 葫芮这么安ager我 我都跟他交往了 怎么 您大宜睡了 所以在你眼前 就是这不堪的吗 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说第二遍 第一次回答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究竟危险复杂 爱沉默时差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可我记得他 说话 陆总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 我放地下告诉你 好 很好 那你呢 你爱我吗 我如果不爱你 怎么会时刻想着你 你爱我吗 我如果不爱你 怎么会这么介意 你跟其他男人接触 我留在我身边 留在跟任何其他男人在我牵连 到什么时候 到你不在想 你跟我拥抱 你再想给我结婚 只想你看我去 那就是我恨过你 验证了你 放弃你的手 我有这个手 这呢 zers 我 你 哥 我 我 你 customer 你看我 这个 那就 你 之前他还托人待会儿给我爷爷 说想要登门拜访 你去查一下他最近的情况 是 你最近尽量避免外出 打电话的话 用这个 防止被追踪 张天赐不是已经被抓走了吗 是啊 可是张天赐的父亲张志强 是个狠人 小心点头没错 对了 这个是最近探视过你父亲的人员名单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之人 有的话 我再派人去调查 这太好了 谢谢你 姜亦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心甘情愿的说白 这人是 怎么来看爸这么多次 哎您好 请问是穆小姐吗 我这边有一款理财产品想要给您推荐一下 穆小姐 您好 是这样的 你到底是谁啊 你有什么目的 穆小姐 您别生气 就算是您不需要的话 也可以先听我 我不管你是谁 我不妨告诉你 只要我想 我都可以找到你 然后 捏死你 这个人一定和爸有关系 但是 他不会是我的亲生问题吧 又怎么就怎么会在上面 他为什么都和穆紫月在同一天 但是 我会让你来 说 不是 宋先生您好 这边有一款理财产品想要给您推荐一下 你打错了吧 不会啊 我这里是穆小姐给我推荐的电话 谁 你再说一遍 穆思月 穆小姐 他们就得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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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你没事吧 怎么会突然晕倒 本想再瞒你一段时间 只是我这身体 活不住了 说什么呢 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 一定会有转机的 治不治疗没多大区别 爷爷只想 在最后的时间里 还能帮到你 阿湛呀 也该成个家了 爷爷希望你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而且成为组长的前提 就是得先有个家 知道了 爷爷 我来 我今天照着你给我那个档案带 还真查出来不少东西 好啊 是吗 那挺好的 热了 嗯 有点 那我给你准备深茶吧 不用了 我要回老宅住一段时间 那边有一些事物需要我处理 要很久吗 不太确定 他是想结束这段关系吗 要不然我也搬走吧 毕竟你不在这儿的话 我也 你觉得 我在赶地走 你只为安心 继续住在这儿 有空会回来的 你父亲的事 不会让人继续调查 爷爷 您就在海城安心流氧 我会搬回老宅住 一定把家说好 有需要爷爷出面的地方 你就说 不要遇到事啊 总想着一个人扛 老爷子不好了 又说也回来了 还带一个文账 告诉他他回来可以 毕竟他姓沐 但其他人不行 是 肯定是 你那个父亲 把他那个私僧子给带回来了 在我走之前啊 必须让他知道 陆家 只有一个敌长孙 爸 您孙子已经二十多岁了 也该认错给宗了吧 陆家 只有一个敌长孙 就是陆之战 我早说过了 为了这个孙子 我可以不认你这个儿子 爸 我是你唯一的儿子 这多出来的孙子 这陆家人丁兴旺 这不好嘛 如果为了陆家人丁兴旺 我倒希望 之战结了婚后 多生几个孩子 就够了 之战 快跟你爷爷说 认下这个弟弟 这样你们以后 不是有个照应吗 照应 不知道陆先生 想要什么样的兄弟 混账东西 什么叫陆先生 我是你爹 不管怎么说 他是你亲弟弟 你赶快认下他 爷爷也自来而来你就认了 这话题真蛮有意思的 我妈只剩下我有一个儿子 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个 你以后再要什么阿妈拗狗 回来认罪归宗 就是 爷爷 我先走了 你看 你看他 你看这小子 就没把我这亲生父亲放在眼里 让私生子认识归宗的事 就不要再说了 之战 才是你的亲儿子 以后你为他多考虑考虑 这他 话我都说到这儿了 你好自为之吧 总之 等之战成了家 主长的位子就传给他 啊 陆家的未来 他说了算 放 叶兄 知战这马上就要选未婚妻了 我就相中你家闺女叶欢了 真的吗 路伯伯选我做知战哥的未婚妻啊 当然了他亲口定了 知战哥的贴身保镖 怎么会跟在那个女人后 你快去查一下 那个女人是谁 我听说 你咋过我儿子 这么 他活该 你答他的字 我可以既往不就 万不盖呀 你怎么会成为路之战的女人呢 知战你有什么 当然有关系了 他回了我的公司 收购了我亲手抵造的家族企业 让我沦为业内的小兵 你说有没有关系啊 那是你既不如人 怪不得别 既不如人 那他有骂技能 不就是靠着金钱普 要不是张天子 这连电器也不可能这么快被收口 你妈还敢替我儿子 你们为了报复把我儿子灌进监狱 让我彻底的烟面扫地啊 他自己闯的会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哭得泡飞 哈哈 啊 就别怪我心分手了 哎 我要是拿你猥褻路之战呢 你猜猜 他会不会把公司还给我呢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嘛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路之战有跟你说 要跟到什么时候吗 路总只吩咐我 让我一定能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这在学校也不太方便 那我去学校门口等你 到你了 江湖华老师还在学校门 对吗 应该没赖上课 我好了路总 江湖华老师不见了 你就是講何況 哈哈哈哈 啊 啊都是那 那什麼 啊 梅子走嗎 哎 再走我都不聊 那你嗎 你不要來 咱們倆思想這麼深的案件 我能不提前研究一下陸總嗎 不管是什麼案件 也沒必要上身的綁架他 我要是不綁架他 陸總能出散 做 好 送我把致緣的股權給我 我立刻就 我這裡有一個路牌 裡面的內容如果報有信息 張家再也不想發生 如果到時候你被張家逼急了 這個也許能幫忙 你敢嚇唬我 2018年 張堅次在臨時KGV那興趣的 同年9月 他在你的暗箱操作之下可以送往 從此女婦也被銷售 2020年3 他在海神體峰會所 夠了 哎呀我抓起來 我看你們誰在動手 就是死不貴了 我公司沒了兒子進見 嗯 哇 快走啊 好 在這裡等我 快快回來 放手 啊 我 呀 好 你先为我来的影子 就会来第二队 他不会跑下你 姐姐 对不起 是我的梦 沙克 怎么是冲我来的 要是我连累 也是我连累你才对 话说 之前那个油盘怎么来的 是程飞出国之前交给我的 他跟我说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用这个油盘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要告诉我 我不想因为这个油盘 再惹出更多的事 更不想把你绞进来 以后再有什么事情 一定不要瞒着我了 没办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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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你把我們留在這兒 至於遠遠無法回到你的手上 不如這樣 你先放著我們 讓我們回去取悠盤 致遠古全的事我們可以收量 陸總啊 你是不是覺得我年紀大了好偏 我把你們放走了 那有盤和股份 一二都得不到我 我留下做認知 放陸總回去處理不住 股權的優盤 陸之戰留下 你回去拿優盤 不行我可以回去拿優盤 但是股權的事情只有陸之戰能處理 只要讓他回去 你才能拿到你想要的東西 難怪他故意提起優盤 原來是為了讓我離開 陸之戰為我來了一次 就會來第二次 他不會跑下我不管 好 陸總 把你手上所有支援的股份 無條件的畫回到我的名下 然後 把優盤給我 我就 放了你的名字 你說嗎 那我得死 好 可華 我想說 我很愛你 你會想想中更愛你 我知道 但是我真的沒有想到 你這麼愛我 可華叔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是一時情急 一時情急 總不能告訴你 我已經愛你感覺 江老師這麼喜歡說謊 他看來 我只要親自來檢查一下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啊 我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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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應我 輩子也不會離開我 好 我答應你 愛停止是你 今天的這個歌 就在你頂級 信言為定 有人說過 你還沒嗎 要不要 留在我身邊 陸之間為我來了一次 就會來第二次 如何描述我愛你 因你 愛開始呼吸 陸總 陸總 張之強 張之強趁警方招呼前 偷偷到了大澳 那邊太亂 再想抓到他就難了 讓你仔細關注 他要是不回來 你就算了 要是回來 陸總放心 讓你來 絕對不會讓他 再威脅到江小姐 志昌哥 是讓你進來的 是陸伯伯讓我來參觀的 志昌哥 咱倆好久沒見了 你有時間嗎 我想和你聊聊 抱歉 我很忙 那個 我本來打算 回老宅看爺爺的 小姐 我今天有很多工作 況且 我的辦公室 我是用來參觀的 他進去 嗯 志站哥 我刚回国的时候 你不是还来参加了我的接风宴吗 我还送了你一件衬衫做礼物呢 你怎么感觉不认手呀 你 你想这样 当时是你父亲送的前天 说陆爷两家是试教 希望我去参加你的归国宴 注意衬衫 我以为每个人都有 所以才没在意 如果你现在需要的话 我可以买件新的还给你 也可以 拿款给你 相比說 今夜要先出去 葉小姐 執展哥 葉小姐 請吧 定是上次那個女人勾引了執展哥 他才對我這麼能擔心 爺爺 今天我會一直陪著你 等你從手手臺下來 睜開眼睛 你就可以看到我 好 爺爺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了 爺爺放心 有喜歡的人了 當你病好了 去帶他過來看你 真的 當然 所以爺爺一定要長命百歲 等著保存所 好好好 爺爺大願你 一定長命百歲 好 爺爺只想 在最後的時間里能幫到你 陸家 只有一個體長村 就是陸之戰 我 你就不要再說了 我是不會同意的 他永遠是我的 我一個人的 這事兒就到此結束 妈 在那边谁打电话 一个朋友 可华 你最近跟林子萱联系了吗 我们接触了一下 觉得不合适 没有必要再继续接触了 为什么 那么好个小伙子 你还不满意 妈 我怎么总觉着 你特别着急把我架出来 哪有的事 你别瞎说 我 妈去给你做饭 可华 明天煮一点粥 陪我去医院看一个病人 谁啊 明天你这知道 好 好 今晚我住这儿 不回老宅了 那你不是要早期吗 我明早得先回趟老宅 处理一些工作 带回来接你 知道了 可华 秋久不白快 我每天都不听了 我还不爱你 又不见了 我这么爱你 我也爱你 像口啊 你信了几arian的时候呢 是不是 是 好 我爱你 我也爱你 你才靠我了 你心得几个人呢 你心得几个人的时候呢 你心得几个人吗 好 爹爹 爹爹 這是我女朋友 陸爺也好 我是江可化 陸爺也好 我是江可化 嗯好 爹爹 你們吃飯吧 我看少爺帶著吃的來了 應該是給老爺子準備了吧 嗯 陸爺爺 我煮了粥 您看合不合胃口 哎好好好 你多大了 25岁 比阿湛小五岁 你做什么工作呀 数学老师 那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 也是老师 一家人都是从事教育工作 挺好的 阿湛 爷爷想休息一会 你带可花先去吃午饭吧 嗯 陆爷爷好好休息 哎去吧 老爷子 您怎么了 少爷带女朋友来给高兴啊 这姑娘是不错 只是不适合我们陆家 还是可能害得到 您是担心 江小姐家的陆家会受委屈 哪是委屈那么简单啊 阿湛 叫道组长 他的妻子就是组长夫人 要不撑得起我们陆家的门媒 我看他 温柔有余 刚毅不足 家境又 我看 少爷认真的很 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阿湛要是直预取他的话 难受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怕是不等他们结婚 就会有人跳出来的 阿湛 怎么突然来带我见爷爷 爷爷最近身体不好 一直担心我会孤独终老 不忍心看到这样子 所以带你过来看我呢 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 让我有个心理准 我若是提前跟你说 你敢过来吗 直战 我没有跟爷爷说 我亲生父母的真实情况 不是存心欺骗 只是 太复杂 你不要多想 我喜欢你 跟其他任何人 没有任何关系 你什么时候接任组长夫 我需要个妻子 我就是个孩子 所以 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吗 我和陆之战的家庭背景相差太多 他娶我只会是负担 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 不过 考不考虑其实结果都一样 因为你说过 我已被残留 天怎么越来越挂倒 因为我刚认识的时候 可以 因为那天的事不是我 你还会用你自己 再回你父亲的下落 只要能顺利见到他 我 顺便你拆起 没有如果 我那天遇到的人是你 也是那天 我们有了第一次的心灵 才有了之后的故事 让你 和我过 自己 我会 和你在一起 我爱情 你也喜欢看画展 林总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到你 看来你还是改不了叫我的名字 确实是林总较之顺口一些 我们总是不经意的巧遇 我以为这是独一我 我以为你 自然是缘分 能认识林总这样的人 是我的荣幸 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的帮助 希望你能毫不犹豫在联系我 好 是讲个话吗 这女人是谁 你现在马上继任组长了 还不赶快抓紧时间结婚生孩子 还跟这种人鬼混 你留什么资格教训我 我有什么资格 我是你爹我有什么资格 叶桓怎么不好 人家要家事有家事要长相有长相 再说人家一直喜欢你 你跟这女人断了 你要是喜欢她 完全可以自己收了她 里外边的人那么多 我差她这一个 你逆子 我就是一个女老师而已 我就不相信敢了 我劝你啊 还是趁早放弃吧 陆家女 如果需要我放弃 陆之战会和我说 不麻烦陆先生 我还真是很佩服你的能力 不过 今天我是代表陆家来通知你 你有什么条件 随便提吧 陆家 从不离私 据我所知 陆爷爷是陆家的组长 以后的组长会是陆之战 其他任何人都代表陆家 你还真是 如果陆先生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 站住 必须离开 我离不离开陆之战 是我的人生自我 其他人无权干涉 那你也 request 谁想找我 我给你带着 Kalau 我给你带着点水果 可话 你和陆家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啊 怎么了 没事 没事人家把电话打过来了 谁给你打电话了 说什么呢 他们说咱们自不量力 想喷高枝 陆家的家长不仅不同意 就连那个男的 也是想玩玩你的 是这样 我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些地痞流氓 是陆先生出面帮我解决的 可能让他们家里人误会了 没事 可话 你没有说谎吧 妈 你都不想嫁人呢 怎么可能和这些男的有关系呢 我就想在家里好好陪着你 你这孩子怎么说胡话呢 妈只希望你能够嫁个好人家 而不是为别人挑剔 我知道 慕斯月的消息非常难长 最近刚有个进展 陆总就让我赶紧拿过来 他是大傲人 是 包括最近定居在不远的诸事 倒是有个儿子在打 上次给他打电话 这个女人非常警惕 他会是爸爸的情人吗 那个儿子 是不是他跟爸爸生的 海城那边陆总已经安排好了 但他也可以随时去宣誓 现在跟爸爸 你怎么又来了 我说过 我要把当年的事情查到水落石出 那你查到什么 慕斯月 你认识他吗 说话 你到底想干什么 慕斯月目前在朱石 他的儿子慕士豪 今年二十二岁 母子俩偶尔会在周末见面 如果我愿意 我可以直接飞去大号跟他们聊聊 你不愿意告诉我的事 他们也是不愿意 不愿意 可 可话 可话 你你千万不要去找他们 就对你不好 也不安全 不安全 我这些年经历了多少不安全的事 十四岁 我跟我妈去躲站 我被打 被骂 甚至差一点被他们抓走去卖掉 这些你知道吗 你想过吗 那个手艺都不想要办成啊 啊 不是 我得上了 我好不容易活到今天 难道我连知道真相的权利都没有吗 慕斯月的背景很复杂 他家曾经是大傲最大的黑色组织 慕斯月是你儿子是吧 可话 那些和我相关的人和事 早在我入狱的时候 跟你就没有退休了 你过好自己的生活 安安稳稳的 我好吗 你非法集资 你是和他没有关系吗 最后一个问题 慕斯月和我 有关系吗 没有 你妈妈是我的初恋 已经过失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是我去了 跟你父亲聊得怎么样了 他真的是一个无情男人 出给慕斯月 比我妈离婚了 我还不认我这个女儿 确定她跟慕斯月的关系了 她默认得 还好我和慕斯月没有关系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可话 这周末 我想帮你去见我母亲 怎么了 你觉得我的邀请不过正常 不是的 芝芝 你不确定 你不确定我到底适不适合婚姻 我怕你不幸福 只需去看看我妈 不必紧张 妈 阿湛来了 妈 这位姑娘是 这是我女朋友 姜可画 伯母好 我是姜可画 您好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这么壮的事不天跟妈说一声 我这是整个饭菜 妈 今天您就别忙活了 我们来 是啊伯母 其实我厨艺还可以 要不您尝尝 哎 阿诚给我打架手 好 别玩了我天黑了 这土豆还削削皮呀 当然了 叫你的学会呗 就这样就行 你看 你我妈看见了别闹 妈 没玩了是吧 没玩了是吧 进一口 哇哇哇哈哈 好多 快点别跑走走走走 我笑我笑我笑 伯母您尝尝 谢谢可画 哎呀 谢谢你为我准备了这么一顿丰盛的午餐 伯母把这个送给你 伯母 这太贵重了 我妈送给你了 就收下吧 刚刚好 合适 谢谢公司 不客气 吃饭 我劝你啊 还是趁早放弃 陆家的文 我讲 我就是 那你 你爸爸 他说 你妈妈 我做的 你妈妈 你妈妈 我妈妈 你妈妈 我妈妈 你妈妈 你妈妈 你妈妈妈 不再多躺幾個詩詩 你這叫什麼話呀 小姐說你讓我們家陸總聽見了 真好 可話你現在變得開朗了快樂了 我真高興 而且我可以挽著你的手了 甚至你還願意來參加同學聚會了 以前這種熟人慶祝的聚會 你可是從來都不來的 以後不要這麼做 勸你不要白費力氣 我什麼都不會說的 那如果是我讓你說的 你是什麼時候是跑的 那你猶豫 要不然牽我的時候 你怕燒了 我只給你拿藥 都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 不差這幾天 你放心 我會幫你的 人啊 要一整天都沉浸在過去的不愉快當中 想見看 太扯鈕 就會變得焦慮了 這個是最近探視過你父親的人員名單 你看看有沒有什麼可疑之言 這段話 我在太陽去調查 這太好了 謝謝你 教老師這麼小說話 我看 我查個親自的檢查一下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啊 不是 你叫你嗎 你說對不起 你叫他 我沒有跟你一位說 我親生父母的歷史情況 不是最極限 太孤單 不要多想 我喜歡 但是他這個 又沒有關係 好 你不是我都沒發現 我變好了 以後會越來越好的 陳家綺簽口話這邊 陳家綺簽口話這邊 他今天怎麼這麼熱情啊 上學的時候 好像都不準備搭理咱倆吧 不知道 他叫什麼來人 叫我 啊 兩位老同學好久不見啊 這位是隔壁班的葉歡 剛好碰到 就一起帶過來 佳琪 又見面了 這位是女朋友 上一拍就好像見過 怎麼稱話 他叫姜可化 哦 你好 叫我葉歡就好 畢竟是老同學 你好 叫我可化就行 嗯 啊 要么咱們加個微信 以後常願見 好 哦 對了佳琪 呃我下週 有個晚宴要參加 能不能麻煩你做我的化妝師啊 當然沒問題 哦對了佳琪 呃我下週 有個晚宴要參加 能不能麻煩你做我的化妝師啊 當然沒問題 嗯 可化 我和佳琪都喝多了 你能不能 來照顧我們一下 你們怎麼還一會喝上酒了 嗯 佳琪說她心情不好 你又再忙 她就給我打電話了 想要我跟她一起喝一杯 心情不好 呃她工作上有些不順利 可化 你先照顾一下他吧 我去医生间拿掉毛巾 行 好 去吧 姜可花 你确实聪明今生 不过你的软肋也太明显 一个沈佳琪 就能要我们的力 把药给他喂下去 那些男人 都准备好了 好我知道了 不好了小姐 先刚好灌着手通知陆总 陆总现在晚上跪了 什么 快 把我也迷你 然后你赶紧离开 一定不能让智障哥发现 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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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叶环小姐晕倒在了卫生间 我现在可快去医院 现在交给你 好 谢谢 这 你是 你在哪里 不舒服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对了 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们都晕倒在房间里 叶欢也晕倒了 我还以为是她做的 这怎么说 我被迷晕的时候 她正在卫生间 所以我以为是她做的 毕竟我跟佳琪和她都不熟 她出现得太巧合太刻意了 是 你怀疑的有道理 所以以后不论去哪里 都得让刚子跟着 我知道 对不起啊 我让你担心了 可华 我们结婚吧 现在呢 可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比如说 不会有什么问题 比我们现在结婚更重要了 可华 偶尔一次的帅心而为 你赚钱过后 给我 给我 陆先生 你这是在求婚吗 是 是 是 我有点太心情了 我 是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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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 往新郎旁边靠一点点 新郎保持微笑 来看镜头 一 二 三 是 那我們現在去哪兒 直接問母親 媽哎來了 我我 看 哎呀 刻畫以後就是我的孩子了哎 他不該看我們 那哎 哈哈 好 陸老先生說到業家過瘦的情節 嘱咐陸總看這兩家過往交情趣意 歡歡 你想好了嗎 之前 我把江口花弄暈的事 這張哥已經開始警惕了 這次也許就是最後的機會了 爸 媽 我喜歡了他那麼多年 我們兩家又是市交 我憑什麼不能嫁給他 那你打算怎麼辦 啊 讓我 計劃倒是用一個 但是把握 就來說過 你有什麼計劃 能讓陸志正乖乖就範 我哪有什麼本事讓他就範了 不過 我只需要一個讓他不得不娶我的理由 就夠了 放進去 來來來 哈哈 哎這這怎麼不喝酒啊 我一會還有工作 就救命 好那你多吃點菜 哈哈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老爺六十歲大獸 我呀 特地請了著名的面檢師 給大家製作了獸糖 希望大家能喜歡 哈哈 這張哥哥 我也嘗嘗 等一會兒你不是還要工作嗎 啊 可不能握著肚子 快嘗嘗 是啊 來來來來來這個 這個怎麼啊 我還有點事情 你先走了 好 好 你不舒服 我準備好房間快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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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開燈吧我可真要憋死了 葉小姐 我可是第一次演習差點笑著 沒意思 怎麼會吧哈哈哈哈 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別這樣 我很少知道我們剛才拍照的 沒有了 我喜歡這張歌 我就是拍著玩的 我還以為你是想用這個做把柄 掌控我的人生 只可惜 認錯了人 我跟過來就是想要照顧你一下 既然你不需要 那我就先走了 哎小姐 不僅你拍了 我也拍了 你們到底想做什麼 不需要葉小姐多做什麼 只需要配合我們繼續把西野下去 告訴葉家和你背後的路線上 大小的 智商哥 我是真的喜歡你了 葉小姐 我對你沒有任何興趣 而且你一而再的陷害 已經耗光了我對你的所有忍耐力 這是你目前唯一的機會 如果你乖乖配合 我可以放過你和葉家一條生路 否則 千金大小姐輪得為基督乞丐 不是一件什麼新鮮事 阿戰 看來你父親是全然不顧及親情啊 你想做什麼 爺爺不阻礙你 如今集團里願意跟著他的人 都已經被我撤職了 狗急跳牆 他一定會來老宅 找你呢 果然 你 阿戰 你身為族長繼承人 不但不提協族人 還步步逼近 今天 我就要當著大家的面 讓你給一個解釋 你到底 爲什麼這麼做 杷先生不是心知肚明啊 拉拢小股东 四级结盟 意图夺得战役集团掌控去 你觉得我会做事不管吗 爸 我这都是被他逼的 没办法了 所以才想收购一些股权 没想到 他那么打压我 你 您就眼睁睁这么看着呀 人心不足 舌推向 我早告诫过你 陆家早晚要听他的 我这都是被逼的 你看他 现在连一声爹都不叫 我准备自己多考虑考虑 再说 我还有个儿子 儿子 你这个私生子 跟你可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这不可能呀 陆事长 你的作假是不是 你的作假对不对 你觉得 陆事长 你不忍 就别怪我不义了 老爷子 来来来 大家都看看 陆事长 你欺负了我们世交 叶家的闺女 如果你肯娶他 就当做补偿了 那么 叶家 就不会跟你组组 否则 组长继承人 你就不要再当了 免得日后 危害全族 这件事 也太严重了吧 既然有证据 那就报警吧 这样的组长接班人 陆家 还能有未来吗 我建议 换下继承人 陆事长 这下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小秘书 陆小哥 陆小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 这照片是假的 骗人的 你不能抢后啊 这 你 按照族规 你被家族处迷了 从今往后 不得踏入陆家老寨半步 你离开我 你离开我 我可以了吗 投情我 这像什么话呀 合法夫妻 你怎么领了证了 你想那么紧紧的钱 我请你几个 你这些天累坏了 快点抓都出来了 没事 别过去了 陆家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 接下来我就可以好好地陪你了 真的 好 闹事的几个 都已经全部揪出来了 爷爷的身体 也恢复得挺好的 一切都很深 只是除了 除了什么呀 除了我这个合法丈夫 还没有见过岳母 看明天就是个好日子 适合登门拜访 好 那 啊回来了 那我今天带了个朋友回来 我母好 我叫陆志战 是高发的男朋友 哦 哎 快坐快坐 哈哈 吃水果 你是临时本地人 是 祖辈生想一直生活在里吃 哦 你家几口人呀 我爷爷我母亲和我 哎爷爷最近身体还好吧 哎 吃葡萄 妈 你出来一下 哦 我去一下啊 你吃你吃 你想查过口袋 这就胡上啊 就那么喜欢哪 哎 你跟他多久了 是男女朋友吗 你别骗妈 我骗你干什么呀 那我不谈恋爱的时候 对我真谈了 又问懂温习的 那我现在跟他说分手 哎 妈啥时候让你分手吧 这人 他长相好 人品大概也不会差 哈哈 还挺勤快 哈哈哈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好妈喜欢 哈哈 陆总原来也有坐立不安的时候呢 想不到这次是你主动找我 说话 什么事 你弟弟是好 病了 他病了 你和我说什么呀 我在最后 什么也Go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 当年你为了那些钱 不惜家破人王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要求在三天之内交十亿的容金 如果不交钱 让他们又给撕票 可华 我要生个姓儿子吗 我不能放弃他扫红啊 那你有没有 我沒有想過 你救他 就得回了我們的生活 我也是你的親手女兒啊 我想過 我想過 可哇 我是愛你的 可是你和你媽媽是可以生活的下去的 你看啊你你這麼漂亮又這麼聰明 你們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來 你看著我的眼睛 這是一個當父親的人能說出來的話嗎 你想過我和母親會遭遇什麼嗎 你為了你的兒子 你的情人 讓我們承受了無數的苦難你該是個人嗎 我之前幾次在看你 你都跟我說 不要再見面了 我想問通我不知道為什麼呀 今天我知道了 早在很多年輕 你就已經決定要申請我和媽媽了 你放心 我以後不會再來了 我可怕可怕可怕你憑媽媽說 你該救救世號 那我就找到一個兒子他丟了白學命 他需要顧身一心 他需要顧身一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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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 我給我幫忙了 我給我給我你幫忙了 幫忙的好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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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那麼的聽不出來了 張志強 你現在在哪兒 你爸我媽怎麼了 我已經把你媽借到了大傲 好吃好可管代理 但前提 必須答應我的條件 你現在已經被批擊 你想幹什麼 要錢 不不不不 我叫你來大傲 是舊穆士豪穆士豪 跟他們有關係 沒好 穆士豪是我請外甥 講話 你也說的對 我兒子不行了 沒準我的外甥 能幫我弄死路之渣 哈哈哈哈 喂 那現在該怎麼辦 現在也告訴路之渣 他肯定不同意我去代號 您不會真的要打算 答應他們的條件吧 可穆家的黑色被你 一定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路總 不好嗎 夫人的母親被張志祥綁架了 決定了 是啊 在哪見面 滕北大陸邊的浪迷喽 你可別跟爸爸我說花樣啊 你馬能不能活 就看你的了 哈哈哈 哈哈 直戰 我一定會帶著媽媽一起回來 相信我 你千萬不要和他們的朋友 只有你和陸家都好好的 我才有更多的籌碼和他們談判 嗯 江小姐 我們又見面了 你這裡跑到大澳去了 你想到你還趕回來 誰叫我有個姓慕的親妹呢 那慕家在大澳 勢力可是不容小規 當初你們把我逼到了大澳 否則我借貝子和姓慕的也不能想恩 畢竟我奶奶把我弄回大陸 那也是費了不少的功夫啊 所以說嘛 尼瑪被綁架 就怪陸之戰 就怪他當初混併了我的支援電器 其實吧我壓根都不想著去到 沒有我的綁忙 木下在這邊耍人 那又貪何容易呢 別廢話了 你不是還有個好外甥在大澳等你救命 趕緊走吧 好 你 放開我 這動是什麼 木家的仇人 為錢還是命 沒有 那你可以找木家人啊 我現在在豬城 我早都已經跟他妹妹瓜哥了 沒有瓜哥 那你兒子為什麼會使木家的機車 木家又為什麼會抓江可化的盟女 去救你 你 是陸之戰 哎 陸先生 我們可以談比交易他 你把江可化呢交給我 你叫什麼隨便提 我想讓你 那時候 到底想幹什麼 那張志強 把江可化 我跟張志強不說 他未必聽我的呀 我跟他媽媽 你說 如果讓不在那時候才知道 你兒子在 大王子 給我給你一次機會讓張志強 把江可化 我有一個條件 我兒子必須要平安 鳳哥 我絕對不會聯繫張志強 我答應 但是木氏豪 必須贏到你 成交 大哥 江可化怎麼樣了 很配合 就是狀態不太好啊 有些乏少 那你把江可化帶到朱城來 萬一 去搭奧病情加重了 那氏豪可就沒辦法救了 不是 我答應家主了 要把他帶去大奧啊 我讓你把 江可化帶到朱城來 就是為了救氏豪 這要是出了什麼事 那一切可就乾坤盡棄了 家主要是發火了 我跟他說 好吧 我直接改到朱城 我直接改到朱城 直接去你別的路 家主 是豪 是豪在大奧的醫院 已經暴露了 你趕緊派人 附送 是豪到朱城來 那個江可化呢 也在來朱城的路上 再打電話 給莊志強 要問他到哪了 您好 您播叫的用戶暫時無法接通 你沒等我去哪呢我 家主 夏主 沒想到你會親自來 江可化的母親 江可化呢 只有他 交換他母親的安全 不過你 只有 口氣都不小 來人 家主 他們真的會傷了我的 怕什麼 你死了 我會拿他們一起給你陪葬 反正我所有的財產 我會交給是豪 上 都別動 不然我一刀了結了他 家主 您是知道的 我不能流血 我會死的 你怎麼在這兒啊 你是不是在這保鏢呢 你留下那幾個人根本不管用 他帶來那幾個人 三兩下就出嫁了 二歲 我猜得沒錯的話 你就我江可化 讓他們走 我留下 江可化我跟你說過 別承諾 他們只想要我的骨髓而已 你遲到 是不是學生 你留下要命 他們留下只要錢 不用說 快點 你 這裡可不是大傲 莫小姐跟士豪留在豬城沒關系 但您不一樣啊 你們乖乖的 把穆斯月 跟穆斯豪過我瘋了 這樣的話 別想活著離開豬城 我們走 我 我 快 聽 可望 醒了 師姐 快點 你 只是你對不起 是我連累了你 甩瓜 我不是怕你連累我 我只是怕你說危險 我知道做 你連累我好不好 我能怎麼辦呢 對了 對了 穆斯豪怎麼會跟你合作 我答應了和他配行 讓他把媽媽安全送回來 穆斯豪是個聰明人 其實和他合作 比被張懷逼著好多了 就算是個陌生人 我也願意幫一幫你 是啊 他的確是個聰明人 他把媽送回來了 就在隔壁地方休息了 等你和媽 我們一起回家 一起回家 爺爺身體好得很 硬朗硬朗 大家都走 哈哈哈 準備好了嗎 看這裡看這裡 讓大家都開心一點哦 我們第一張全家福 準備 3 2 1 1 2 2 2